跟泡沫上去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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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好 我是邦邦老师 大家好 我是邦邦老师 欢迎来到松井料理小教室大厨巴巴比的主题单元 老师 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料理给大家 不要到韩子 那我们上次是做韩式泡菜 所以我们这次就用韩式泡菜 来加入我们的部队锅里面 对 老师这道菜大概要花几分钟的时间 是哦 很快 5分钟就搞定了 哇好期待哦 好适合 就是干时间的人 好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主题 好 好 部队锅的主要 韩式辣椒盒 米酒 韩式辣椒酱 一露糖 蒜碎 黑豆酱油 对 那我们要从哪些食材开始加 好我们先加佐料先 我们就是先调好汤一点 先调好汤 这个不用用高汤哦 这个你要用高汤也可以啦 但是我们已经那么多肉类了 不一定要高汤 对 因为我们这些 那个清水这些煮一煮 它等于送你去高汤 老师这是什么 鱼鱼 鱼鱼 辣椒酱 辣椒酱 大家看你要吃多少就放多汤 如果你要吃辣一点就放多汤 那老师可以加那个辣椒粉吗 当然要加辣椒粉 然后我们松井的那个辣椒粉就加下来才会好吃 好我们再调一点米酒 再调一点 你这个辣椒粉吗 对啦 聪明 再调一点糖 糖也不用太多啦 受你们的食材 对 来加下来 来加下来 看你要吃肉材 好 OK 看起来很辣 不会啦 这个不是鸡心椒 它的香气 它这个很小 它这个蒜 蒜糕 好 肉贵骨的材料 韩式泡菜 蛤蜊 五花肉 肉骨 韩式泡面 韩式莲膏 蒜苗 豆 板豆 起司配 橘豆 鸡蛋 午餐肉 好 我们一对一对来摆 韩式泡菜 这个也是摆好 一个把它摆起来 反正你要先摆哪里都没关系 所以豆 你要摆得跟摆得不要摆在一起 好 这个也是把火腿 五花肉 嗯 五花肉 五花肉 再来一个蛤蜊 摆下来 那再来就是鸡豆 鸡蛋 这个一定要放出来 酸酸甜甜甜 这是番茄酱的口味 番茄酱 等一下 让它稍微滚起来之后 我们再放那个泡面 稍微 要不然再加一点水下来 好 好 煮滚之后呢 我们就放那个泡面下来 嗯 滚一下 看起来就放了 美味 好 好 看起来 看起来 哇 哇 哇 超棒的 还没有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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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东西 放在上面 烤面 烤面要放下来 对 我跟你讲烤面上面 然后再放两片起实 那个融合那样子 然后还要加蛋 烤面 你们怎么知道咧 然后放 再加一点这个蒜子下来 更棒 好 好 再来 请试试帮我打开 好 这个等一下再给它煮一下就好了 哇 你看 闻到那个香气太棒了 直接放在面上面 对 这样子要把它放下来 好滑溜啊 滑溜 好滑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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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再加一点蛋价 蛋价旁边它比较快熟了 好 好 旁边这个加下来 这个锅在外面吃可能要超过五百块 差不多了 五百块 五百块 不洗衷了 很厉害 而且你喜欢吃什么就可以自己加上 对啊 还加我们的那个酥饼 辣椒粉 辣椒粉 超棒的 超棒的 好再给它煮一下就好了 好 好 你看我们那个 刚泡的东西 哇 你看看 好好吃喔 太棒了 好 好香 我们先来试看看 老师先试 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好 好 好棒 好 其实我觉得韩式部队 太棒了 汤头就是重点 甜度辣度 你看不用放高汤 就是这么好吃 嗯 它的濃度也更多 因为我还有吃到一点起司融化的那个感觉 而且我可以吃到那个韩式辣椒粉的那个粉 就很棒 就是喜欢这种味道 比如跑到韩国也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部队 太酷了 好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也可以帮我按赞 跟分享 对 也可以跟我们的粉丝团 把我们最新的动态 动态讯息喔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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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